其实农村旅游是我们一直非常向往的一种旅游方式 因为都市看多了 那我们也希望说在一个很悠闲的 我们从小没有到过田里啊 没有到过乡村的那种感觉可以展现出来 所以我觉得如果农村旅游可以把它变得更友善 我觉得有更多的轮椅主甚至老人家 他会蛮喜欢尝试的 我觉得老人家会更喜欢 因为他会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那如果以障碍者来讲 其实他是完全没有体验的 就像我小时候我曾经拔过花生 我就很怀念我什么时候可以再拔花生 如果有这样子的实地体验 我觉得也蛮棒的 那农村旅游要退五张旅游其实有它的困难度 因为交通这是一个大问题 那如果可以克服这个问题 加上一些当地农村人民的一个友善的协助 在硬体还没完善之前 软体如果配备的好 其实也是可以推展所谓友善旅游的一个另类方式 我觉得它是一个人亲土亲 那乡亲最好的一个模式 谢谢 谢谢大家